直到看见宋爷爷在帮爱宝背部按摩说的这句话 我才知道爷爷又多在意爱宝 爱宝在生福宝的时候 就是因为爱宝第一次当母亲将宋爷爷经验不足 爱宝长时间靠在栏杆上照顾爱宝导致背部感染 还好将爷爷及时发现每天给爱宝上药才痊愈 如果说宋爷爷的唠叨是有生的爱 那将爷爷的默默付出就是无生的爱 爱宝再次怀孕生双胞胎的时候 两位爷爷可以说是付出了自己全部的时间 分白班夜班24小时照顾爱宝 宋爷爷哪怕休假了也一直担心爱宝 凌晨偷偷跑去爱宝乐园看爱宝 将爷爷五十几岁的人上夜班哪怕困得不行 也本能的起来给爱宝喂主意 保证爱宝的营养健康 就连爱宝都心疼的看着爷爷希望爷爷回去休息 在爱宝不舒服躺着的时候 宋爷爷选择唱歌来缓解爱宝的难受 江爷爷则是无声地伸出手想给爱宝鼓励 在爱宝睡觉的时候给爱宝清洁身后的毛发 由于爱宝长时间没出门和将送爷爷的宠溺 爱宝也是越来越不想带娃了 每次江爷爷来了爱宝都显得格外开心 因为爱宝知道爷爷会帮忙一起照顾宝宝 爷爷帮爱宝扶着宝宝 爱宝甚至都放开了双手 要知道有金牌月嫂照顾跟没有的区别可是很大的 不幸可以看看丁丁的孩子小乌拉 双胞胎宝宝再过半个月就出生百天了 要知道当初福宝百天可是有跟粉丝见面会呢 不知道两位宝宝会不会也举办百天见面会 两位爷爷对待宝家族的爱是无庸置疑的 有了他们真诚的呵护宝家族才会无忧无虑地生活 希望宝家族和两位爷爷越来越好